当美国说 你今天如果不制裁俄罗斯 你今天再跟他做生意 我就要制裁你 那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 你试看看 你试看看 他就是不信这一套 也就是说你欧美的 你再给我用威胁的方法 你给我试看看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态度 一直都是如此 你来我就给你干 我个人认为 大陆的一个态度就是说 如果不是联合国的 安理会的决议 那你单边的制裁 你要对中国大陆要下重手 中国大陆绝对跟你对干的 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很明确的 你在欧洲开一个口 去制裁这个俄罗斯 你还扬言说 要把中国大陆赶出SWIFT 我一听我就很想笑 为什么我说很想笑 你把中国赶出SWIFT 中国现在是货物贸易 全世界最大的国家 它也是一个进口量 最大的国家 它不只是出口最大 它也是进口量最大 它已经超过美国 成为进出口最大的国家 有多少国家跟它做贸易 那你今天不要用美元支付 那就是收人民币嘛 对啊 那收人民币嘛 一下人民币变成 国际的主要货币之一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说 哎呀我今天这个样子 我完全遵守你美国 我就不再跟你中国大陆做生意 你美国的肚子没那么大 因为你美国的吞吐量 没那么大 你美国在三亿五千多万人 你没有办法像十亿 十四亿人 我能够吞这么多东西进来 你澳大利亚的煤炭 你美国吞不了 澳大利亚的牛肉 你美国吞不了 你东盟的所有的国家 的这些农产品 你美国吞不了 你欧洲国家的这些 高档的这些消费产品 时尚的产品 你美国的肚子吞不了 你一个Benz 你德国的汽车工业 你美国的肚子也吞不了 都吞不了的情形下 你说 你们都不能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我把你赶出Suite 我说我听到这个 我都觉得这实在是 太外行了吧 也太太太离谱了 我意思很明白 也就是 其实跟中国大陆打交道 千万不要用威胁的手法 我这边奉献美国政府 拜登政府 千万不要用威胁的 好好谈 好好谈理善往来 我觉得都能够谈出一个方案 但是想要用威胁的方法 中国大陆没这回事 我一定给你对干